我们讲笑话 这好像是伟小宝的 这有图片带着图片 伟小宝常常感觉到 带树日的武功才是最厉害的 有树日的武功才是最厉害的 他这样的讲 比如九阴白骨爪 是梅超轰的 梅超轰的九阴白骨爪 你看有一个九字武功 梅超轰的武功是很强 出自金庸的哪一部小说 射雕英雄传 还有呢 你看也是树日 降龙十八掌 是哪一部的 也是射雕英雄传 天龙八部也有啊 哇 降龙十八掌 我记得是如来十八掌 怎么是降龙十八掌 总之这个降龙十八掌也是很厉害的 降龙十八掌也是很厉害 这是金庸小说的 哇 好厉害 这个九阴白骨爪 降龙十八掌 我也想要报奖 还有我老婆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看这数字还是厉害 我告诉你 最厉害的是释迦摩尼佛 你看这个也是数字啊 乌华可得分第二十二 二十二也是数字 也是一瓶啦 也是一瓶啦 一瓶啦 释迦摩尼佛最厉害的一招就是 告诉你 ZERO 零 是最厉害的 怎么零是最厉害的呢 因为啊 零 就是一切数日的起头 零就是一切数日的起头 你看 释迦摩尼佛讲 法无可得 无所得 无所得是什么 ZERO 零 这最厉害 释迦摩尼佛讲出最厉害的数字 是零 阿尼奥多罗三妙三菩提是什么 是零呢 是佛性呢 是空性呢 空是什么 我们今天讲空 大家知道的 释迦摩尼佛讲空 讲这个空 就是零 就是零 那么空 是包含一切的 所有的输入全部在里面 那零就是最厉害的了 还有比零还厉害的吗 没有 因为零包含 所有一切数日 所有一切数日 出自于零 零就是什么 是 无法格德 连这个一点点都不沾 完全清净 完全清净 就是零 就是零 零能够修到完全清净 你就成佛了 没有一点点业 业 我们在上回讲这个 讲经当中 我们常常提到什么叫做净分 什么叫做净分 也就是很简单跟你讲 你清净有几分 像菩萨实地 菩萨实地 就是你刚刚开始清净一分 就是翻洗地 再来清净二分 清净三分 清净四分 清净五分 清净六分 清净七分 就叫做眼形地 清净八分 叫做不动地 清净九分 清净十分 清净十分 就是法营地 然后密教里面跟你讲 到了十一地 就是五轮全部打开了 到了十一地就五轮 包括顶轮全部打开了 到了十二地 十二地半 十二地半 就是连这个如来的这个肉籍都打开了 全部打开了 全部打开了 就是佛 十地菩萨就是开一份净分 就是出地菩萨 欢喜地 到第八地 开了八分 就是不动地 到了第十地 就是法营地 就叫法营地 然后再进一步 再显教 十一地 就是佛 所以那个千手千眼观 世音菩萨 他有几个头 千眼观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有十一个头 就代表着 他已经到十一地 一个头就代表一个地 他已经到十一地了 就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就等于是佛了 就等于是佛了 在显教是这样子 那么 到了阿弥陀佛 就叫十三地 清净十三分 叫十三地 这个本出佛 就是清净十六地 其实十地以上 全部都是零 你看我们的阿拉伯数字 就是零开始 一直到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样子算的 所以佛讲了这个 无法可得分 第二十二 十尊把它解释成为 跟人家解释不一样 零无法可得 无少得 连一点点都没有得 就是完全清净 就是净分 完全清净 释连绝入空 这就是严满次第 一个人鼓掌 他就是一 第一名 没有人鼓掌 就是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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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